大家好 我是艾圓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繼續給大家帶來崩壞星窮鐵道 皮諾康尼亞.1版本最新成就攻略 終蜜探奇小鬼當家 火力全開 終蜜探奇逆球 終蜜探奇夢都風雲路 終蜜探奇 安全車 飛哥准賽車線 終蜜探奇 PO2WIN DRR是最大受益者 好那麼這一批的話呢是小鬼當家和火力全開這兩個成就 給他們倆放在一塊做 來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招路公館中間 夢主大廳這個錨點 然後朝著小地圖越岸角東北方向往前走 大家看到這邊有個側門 側門裡面呢是一個上二樓的這個樓梯 我們從這個樓梯走上來 然後呢在我們的左前方有一個房間 如果說大家這邊房間進不去的話呢 就是外包公這個任務啊你們還沒做 要把外包公這個任務做完 不然的話呢這個立體房間裡面的這個地圖是不一樣的 這個需要大家注意 做完這個任務之後大家再跟我進來了 你們就是一模一樣的 先下了這個樓梯 下了樓梯之後看到這個小地圖左上角西北方向這邊有個充能塔 拿上充能塔看到小地圖右下角東南方向往前走 走我們前面這個鋪了紅地毯的這個小橋 前面 這個小地圖右下角如果大家可能就拿不到一個成就 可能要等到第二天這個刷新了才可以自己再過來再拿一次 來我們先拿上這個火箭筒 好 拿上火箭筒之後 看到小地圖左下角西南方向 趁著兩個罐沒看的時候直接鑽過來就有個小門 進到小門裡面 用火箭筒把第一個禮物堆打掉 好 這樣的話呢就利用它這個機制把這個門打開了 然後呢我們往回走 回到剛剛拿這個火箭筒的地方 我們再去拿一次火箭筒 這邊只要跑得夠快就沒事 拿上火箭筒之後呢 再鑽回到剛剛那個小門裡面 這邊躲一下這個怪物視線的時候很安全的 寄來之後呢 再把這個禮物堆給它打開 好 那麼這樣子的 我們就把這個空間給它破開了 我們再回到 一開始的地方 去拿上這個火箭筒 就可以開始打怪了 主要就是破開這兩個禮物堆喔 好接下來呢我們直接打 開砲 不要打禮物堆 打這個怪 開砲 躲一下這個怪物的仇恨啊 如果大家這邊跟我一樣 剛剛好這個怪往這走的話 回來躲一下這個仇恨 算它不注意喔 我們再跑過去 把這隻怪給它收掉 好 然後呢 把這邊的三隻烏鴉堆打掉 這樣的話呢 手裡面就有三發子彈了 有了這三發子彈 再到小洞裡面去 把裡面的這三隻怪 再一砲收掉 我們就可以拿到火力全開了 包括打這三隻怪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拿到這個 小鬼當家 用一口氣打敗三個敵人嘛 好 那這 這邊的話呢 就是這兩個成就 那我們繼續下一批再見 打拜拜 是逆球這個成就 我們一次打開地圖 帶來到克勞克隱私樂園 隱城大門 這一個矛點 朝這小地圖 左下角 西南方向 我們往前走 要到最左邊這個小門了 來看到最左邊這個小門 好我們從這個小門進來 走到這個紅地毯之後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 上方北方向 這有一個氣球 那大家用這個 艾斯達或者三月其中 遠程攻擊角色 這樣打一下 就可以拿到這個成就了 那我們繼續下一批再見 打拜拜 好這一批呢 是孟都風雲路 也是打氣球的 我們先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這個 招路公館中間 這個孟主大廳 邊上這個加號 點進來 然後傳送到城市沙盤 傳送下來之後呢 筆子往前跑 做這個 氣泡彈珠機 我們要去二樓 好 到二樓之後呢 筆子往前走 然後左拐 大家看到空中 就可以找到這一處這個氣球了 用艾斯達或者三月其 或者育空中 覺得都能打到 那我們就下批再見 拜拜 好那這一批呢 是安全車 和這個 非標準 賽車線 這兩個成就 一塊來 打開地圖 來到克勞克隱私樂園 最上方 倉鼠球樂園 我們選擇這個錨點 朝著小地圖 右翰角東北方向 我們往前走 好 到這個倉鼠球騎士這邊 我們選擇電影模式 然後呢 就選第一關 簡單一點 那我們這個安全車的話呢 是要 無傷完成拍攝 不能受傷 那麼 非標準賽車線呢 是要持續停留在軌道中間 十秒鐘 那目標就很明確了 開局直接按住 按住10秒 有10秒了嗎 感覺差不多了 好 拿到這一個 然後呢 我們再開始 這個 吃這個積分 因為這個不難 可以是不是過來 蹭一下這個極限超車 我們把這個評分往上漲一點 因為剛錯過了很多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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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東西沒吃 那極限超車的話就是 碰到它 後面這個尾氣煙霧的時候 大家按這個按鍵來躲避 那就可以了 像這樣子來 然後觸發這個極限模式呢 盯著這個怪狀 因為這一關只要1000分 很簡單 我哪怕按了10秒鐘沒動 也是可以完成的 好 那因為我之前完成過這個 安全車了 大家照著我這邊來 無傷完成這個拍攝 也可以達到安全車 那我們就下一批再見 拜拜 好 那這一批呢 是這個P-O-L-E-2-Win 還有這個 D-R-S最大受益者 這兩個成就 還是一樣的地方 克勞靠隱私樂園 最上方 倉鼠球樂園 朝著小滴對月的鳥都沒方向 我們往前走 然後這邊來 來拍電影 那麼 這兩個成就啊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P-O-L-E-2-Win呢 是要在 呃 充斥 就是 堅果充斥 就是無敵狀態下 我們再次 集滿能量 就可以獲得了 那麼 D-R-S最大受益者呢 就是我們要連續完成 10次的極限超車 不能有中斷失誤 就可以了 那所以把這兩個放在一塊 那這邊的話呢 推薦大家選擇 這一個 蓄集模式 因為這個蓄集模式裡面的東西比較多 啊 那我們先上來進行這個極限超車 極限超車呢 就是我們這個倉鼠的鼻子啊 快要噴到它這個煙霧的時候 欸 大家看 我們進行這個極限超車 那像我剛剛這樣的話呢 就算一次失誤了 好 有兩個怪夾子的時候呢 大家按了這個躲避鍵之後 不要鬆開 長按住 就可以 大家看到 我們就這樣子獲得了這個 D-R-S最大受益者 然後呢 我們這邊繼續來展這個能量 這邊再往後玩一玩 然後觸發躲避鍵之後呢 趕緊瘋狂的撞怪 進了無敵模式之後呢 也要先觸發這個極限超車 再瘋狂的按這個鍵去撞怪 就可以快速的積攔我們這個能量 兩次連著來進入到這個無敵模式呢 就可以獲得這一個成就了 好 那麼這邊到這邊 我們繼續下一批再見啦 拜拜 記得關注再走